任天堂旗下的手游《精灵宝可蒙购》上线后 吸引了全球无数玩家下载玩耍 市值也在短短时间上涨了90年 这款游戏竟然把美国总统官邸作为了道馆 引发白宫争者战 这座白宫道馆先是被红队所占领 由于一只睡剑龟之手 消息公开后 华盛顿地区的游戏玩家们纷纷拥向白宫 一番厮杀后 道馆一主 变成了一只呼应美国国徽的大笔鸟 这都是些什么鬼 我们来听听美国政客有哪些回应 你们就做吧 我从来没有在我的私人服务器上存储过小精灵 让我们抓住所有的小精灵 然后把他们遣送回家 没过多久 美国纽约中央公园就出现了罕见的水精灵 又吸引了一大堆的玩家去抓 我们来感受一下 去吧 神奇宝贝 毁灭美国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地球另一端 最高司令官露出弥职微笑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在夺恐怖袭击 对比起来 广告片里时代广场捉超梦情的群众演员 还是情少了 之前 中国区也可以短暂进行游戏 不在GPS锁定 但这个体验只开放了几个小时 感觉所趋势任天堂为了中国好 国服开了以后 小伙伴一定比外国玩家更夸张 所到之处 大妈都不能跳广场舞了 最近游戏官方发推证实 这款游戏将会在全世界上线 除了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 那些说仿佛可以听到中国区玩家 雪草清空下线的 您可能没有听说过 广东深圳南山区有个人叫 随着历史的变迁 人们的生存习惯 已经从狩猎改变成采集 但狩猎的本能 仍存在于人的天性之中 一些人找到了属于 他们自己独特的狩猎 小张就是其中之一 天刚蒙蒙亮 小张已经整装 启程 跋涉 为即将到来的客人 采集最新鲜的精灵 清晨的第一绿阳光 照耀在神州大地上 这正是捕捉小精灵最好的时间 历史的脚步从来不曾停歇 小张的脚步也不会停下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精灵训练师 他知道巨龙出现了 小精灵也就不远了 我去 怎么又是这坑爹的地方 狩猎的路上 难免遇到坎坷 以前小张也遇到过这样的阻碍 这次 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放弃这只小精灵 精灵的分布变幻莫测 小张今天的运气不错 只跑了五公里 就遇到了第二只小精灵 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 为了维护地球的和平 管车暗语真实的 小张完美地错过了第二只精灵 再过一个小时 城市里的猎人们将纷纷触动 那么今天可能就会一无所获 这只小精灵 是深藏在岛国的珍稀品种 是精灵世界对人类最好的馈赠 很显然这只珍稀的小精灵 并没有那么好捕获 但经验丰富的小张早有准备 小张今天收获颇丰 他提早结束了今天的狩猎 踏上了回家的路 从捕捉方法的演变 到人生命运的流转 人和精灵的匆匆脚步 从来不曾停歇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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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島西 calmly有宫 废 Hmm 对 催生命运的声音圈